我叫任嘉伦 任国超的人 任嘉伦的家 任嘉伦的伦 今年三十二岁 在听到低声后 完成清单上的任务 低声 这是什么 开始了 开始了 干嘛呀 开始快念念了 哇塞 为自己打一个领带 哎 太棒了 我有领带了 哇塞 大象鼻子转五圈 转五圈 大象鼻子是什么 我没有大象鼻子 不用转五圈 谢谢 请去的念出道口令 出道口令 背家有面粉红墙 粉红墙上画凤凰 凤凰画在粉红墙 粉凤凰 飞凤凰 粉红凤凰 花凤凰 全都仿佛活凤凰 怎么画什么 请用面前的纯棉科技材 浸泡手套 降量杯中拧出 拧出50毫升的水 不用那个了 直接拿出毛巾了个 这个如果完成不了会怎样 晚上没房间睡吗 嗯 出50毫升的水 50毫升的水 我看到了最后一项 用嘴叼着毛笔写出自己的名字 完成了 是 哎 俯卧圈呢 请大声朗读注意事项第三条 我看到了最后一项 上述所有任务皆可忽略暗暗 只要在空白出千场名字 即视为挑战成功 漂亮 看好了 来这个节目真的是 防不胜风了 嗨 嗨 你好哥 哈喽 哈喽 你好 你 你还有俯卧圈没坐呢 哥 啊 你还有俯卧圈吗 你你没有看到有俯卧圈 没有 没有 没有吗 没有俯卧圈 每个都不一样 啊 一二三 一二三 我可以说句话吗 我跟你说 完全不像 可以 不是 还没几 哥 哥 你们现在在穿这个东西的时候 后面那两位场景都已经看见了 那我们出去吧 嗯 这个玩意很恰恰 哥 等会我把那个头 你过来一下 后退一下哥 后退一下 后退 一步 两步 三步 四步 五步 把头按一下 可以了 可以 起来 我帮你 来 我们一起 来 走啊 一步 你先走了是吧 为什么是斜的呢 没关系 我们帮你扶着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你觉得 一 二 三 来了 一直走 一直走 他走了 他现在在迂回 哥 我们可以往这边走一点吗 哪边 这边 往你左边走一点点 对对对 现在OK了 好的 你们靠住 靠住 阿瑟 咱们这么待着 他肯定不会理我们吧 最主要就是 这个问题是 记者他真的相信了 他假装没看着 你懂我意思吗 浩哥 你不要等 等脚了 浩哥 等直了 你有时候你说 你看到一个人做 你真是假装不看见了 他万一做了这样一个心态 你还好吗 你正过来是吗 对 他在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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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仿佛在拍一个电影 你知道吗 我感觉像在一个什么 钢铁夹 还是什么一个机械里面 然后我们操作 原来钢铁夹内户那么简陋 是这种 一根铁管 辛苦吗 还行 嗯 我们可以晃一晃去 晃一晃 可以动吗 可以 可以试着 不可以太动了 好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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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不要追他 终于去找他 嗯 长颈鹿同志 往后撤 给长颈鹿一些空间 好吗 我们要给往后撤 给长颈鹿一些空间 是他们往后撤吧 我们是长颈鹿 对 我们在长颈鹿 我们在这里 会不会很蠢 不是 我们在人的世界里 应该也不是很聪明那一类 我 到底在干嘛 我们在动物园里面 我们在动物园里装动物 有来吗 过来呀 啊 他们两个扮得就是头 是歪的 我们的场景都是歪的 在看着他老婆 Don't pretend to look like this 算个朋友吧 什么朋友 这是老婆的 过后我还会过来看你的 是啊 这可以有一些合作 我是那么觉得 我觉得他看着了 但是不想理我 怎么说 就有时候 嫌得无聊的时候 会堪定我吧 你说我假装 我有一天弄过什么假的 他会不会相信 这下我们证实了 可以 我觉得也挺好的 对他们自身是一个保护 对 不要轻易被写假象 对 不会受引导 挺好的 对你加油 长颈鹿 好吧 那我们今天的时间 就到这里结束吧 来了 我们可以出来了 这只长颈鹿肯定蒙了 对 这是刚刚 我们的这个人比较多 那不可能相信的 对 或者是他相信了 假装没看到 你 佳人在吗 大家记下层就有难度 我觉得 听不下 亲人两行 来来来 怎么说 记一下 这里这里 顏者 看道 to me 也是 这是广东话吗 颜者 什么 认识 这广东话 这是广东话吗 颜者 刚刚 是 一番 我一起凌眼睛 要吃破 我一起凌眼睛 我一起凌眼睛 那是葡萄炙 很生日 我一起凌眼睛 六盆三式 还有一句 我要说的是 不准酒后骑飞坛 我完全没有去想 后面是那句是什么 什么 而石头刷醒 而石头刷醒 舌头刷哟 好的 那舌头刷哟 好 来吧 你们记好你们的台词吗 我记住了 这次了 我也记住了 来 大熊家有了是吧 对 我可以就开了 你这句记住了吗 二十八路本山 二十八路本山 佳伦 这怎么拿捏呢 来吧 加油哥 哈哈 开始了吗 开始了 我想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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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你了 那是都像电影 想你了 都像电影里面出来的声音 三个都是 一百一十二十七 一般人 一般一般人吗 我没有我一般人 我这八十多分 我是说这个机器你是什么 pro tools 还是logic 啊 麻烂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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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吗 麻烂炭 麻烂炭 听过吗 麻烂炭 麻烂炭 这你能掌握吗 哈哈 哈哈 你别有压力 别有压力 小吼小躲 没有压力 认识你这么久 我今天最尊重的 我真的最尊重的 对你有了新的认识 方便练的啊 对 真的 对你有了新的认识 没那么难 你吸完之后 你就知道没那么难 主要是脸不能冲着这边 脸冲着这边必死 怎么看呢 这边怎么了 看到我们的嘴边 看到我们的嘴边 来了来了 到了到了 好 三 二 一 你看看看 我我我我 换气对换气 别放 我快了 对好快 别有储气 是不是越来越难了 你吸就好了 他来了 哎呀 哎呀 你吸 到门口了 加油哥到了已经 嗯 快点快就差最后 临门一脚了 来扣猛的 猛猪 哇 到了 马上马上到 来来来 下把劲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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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把劲 喝喝喝 哇 哇 哇 但也用了一分 一分十五秒 我辛苦了喝 但没喝到的人真的很 喝 真不错 您俩去 好的 我去这边吗 这怎么弄啊 接下来是不是就靠我了 师傅 是的 哎呀 怎么怎么搞 现在的这个爱情所抓的是 先教你个 这个怎么操作 操作好 现在往下就往那边转 啊 啊 往往上提的话 就是往这边转 啊 往上往上是往那边转 哎 往往上 往上是往回来 往回 哎 上这边往这儿啊 哎 往下 然后往这边 往这边是 哎 我 往外 往里往外 往里 往里 这边往外 哎 往外提出去 明白了 我一会就 看他们指示吧 我往后就往左 往前就往右 往后就起来 往前就下去 如果不行的话再问我 好 谢谢 哎呀 还没学会啊 未当时学得很慢 大特海没有眉毛啊 而且就双目无神 嗯 应该赶一下呀 都飘到那儿去了 要往这边转 一哥 哎 我对教练你们 这样方便一遍 按住这个说话 好 听得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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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听得到 你们先往左边 扎下去往左滑 因为我们要把船头 朝向岸边那头 船头朝向岸边往左滑是吧 船头朝向岸边往左滑 出这个困难 往左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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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不是这边这边 我的意思是我和大勋 现在是要往整体的 这个船的右边去对吧 没错没错 所以大勋现在屁股 应该对着我吧 我想要把这个往前往出身 按哪个 已经升到位了 这是最往出身的 对对对 你最往下放 把那个往下放 嗚 对的对的对的 魏大勋开的怎么那么陡啊 大勋哥 吓死人了都 是不是你一会儿 没事 没事 我回来 不要紧 没事 大勋哥 你把爪子往外拨一次 看无奈了都 其实大勋根本不会开 他一直在蒙 一直在 不是不是不是哥 对对对对对对对 魏大勋能不会像骑马一样吗 你手要轻一点 不能开中了 稍微轻一点就回来 那那就不会摔了 嗚 佳伦哥再往左边滑一次吧 我觉得就刚好 我现在我现在动了啊 你动了 没事 哦 好 好 嗨的真不错 马上你们都可以看到 Dr. High了 哈 哥 再滑多一次就到了 再滑一次就到了 再滑一次就到了 又远了 又到了 又倒退了 现在你们只差一米的距离 我们就一起往前 打一个小半径不就好了吗 哎 对对对 一二三走 好 好 我觉得这次嘉伦哥可以拿到了 感觉可以挖到了 嘉伦来 好 嘉伦哥放爪 还差一点点 等会等会 你再等一下 再等一下再放爪的 再等一下 过来了 可以可以了 慢慢 慢慢慢慢慢慢叫他慢慢抓 慢慢放放抓 勾他 抓 然后收对 收爪子 这太痛苦了 轻轻的轻轻的轻点 轻点 慢慢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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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哇这真是个气魂 哇 哇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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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着急不着急 要不我跳下去 没那么好操作 我 这前一勾他就走了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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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加油啊哥 完了这下不在这里了 飘到外面去了 好痛苦 我已经够不着了朋友们 大轻哥下去往右刷一下 大轻哥下去往右刷一下 轻哥从右往左划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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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有了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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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静冷静 有机会 下面 对 这次有了 有了 有了 慢一点 慢一点 非常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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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耶 大哥他还被那个铲子的脚给戳进去了 太好了 太不容易了 赢了 赢了 还有 对 真的不想救他 那就走吧 那咱俩 我先学一下 师傅你好 我来学习 好的 欢迎 不会翻上去好 不会 这个对 这个 lle oportun 只有八个动装 你这 这个脚踏前进就 就不要了 不踩 对 好 我有 又回了 还有一次 好像已经轻车熟路了 这次应该会更快速地完成 我们的营救任务吧 酷 来海放派又学会了一个技能 下一步我要去考挖掘机证 哥 我想问你一个 你开车吗 我开车啊 那咱以后你不用载我了 你不用载我了 我开得挺好的 你这开得挺好的 我觉得你适合骑马 你看一下 你刚刚这 你一直在抖 劲儿实太大了 不是主要这 我发现就是这一台 比那一台要灵活 是吧 根本学不会我 我不适合开车 我就是和 你适合金吗 哎我们刚才其实每一个人 挖的那个时间都记下来了 最慢的那个人要挖回基地 谁啊 我不知道是谁 但是好像有一个姓 魏的 哈哈哈哈 哈哈哈 你只想下去了吗 哈哈哈 哎这样啊哎 来给你条毛巾 啊我有啊 这个是什么毛巾呢 金河毛巾啊 这个是4A级抗菌标准的 然后你用久了以后 洗特别多次以后也不会有异味 哦哦 特别感谢李总金河毛巾 好好好 我不知道这一段李李总有没有听到 你喊一个感谢金河毛巾 李总就回头了 感谢金河毛巾 你看李总看一下你了 我们一定要这个给他这个 迪哥你学完了吗 慢慢练习呗 会了 呃 江龙哥先别动 呃 迪哥划一次 方向又有点偏 我先把他提起来 我就应该 往下放 啊 啊 哇 这一下嗨 阿迪转过来先 啊 慢点慢点 慢点慢点 啊去啊 啊去啊 啊 往那边转 往那边转 他要毁了我们快跑 船要沉了 不行了 太猛了 这个迪哥比大轩哥还要危险 汗都滑出来了 啊 啊 佳伦我们现在开始往前滑了哈 好我们先往前 来 一二 哎听不到哈 哈 迪哥同左往右 然后加伦哥同样往左 迪哥我觉得那个速度要跟着那个佳伦哥的那个节奏 好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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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的好好的 我刚才畅然不是也那么操作的吗 嗯 差不多 相同的地方就是两个都坐在机器里面 所有人替我指挥啊 非常好啊 嘉伦就是这种感觉再来一次 杨迪你要准备了 够不到你俩一起往前滑一手 一个滑一下快 加伦你滑一下 非常好加伦就是这种感觉 再来一次 不用你指挥打扰人家的智觉 你不要打乱人家节奏 打乱你们的节奏了不好意思 大和他还已经泡发了快快 大家抓紧时间 我们看到他了 大和他 好 两个人可以同时往前滑 迪哥 我觉得每次你滑完回来 你都要看加伦哥一下 因为每次加伦哥都看你 你不看他 没关系 我跟迪哥节奏走就好了 好 感觉自己开挖掘机 还是有一些天赋的 开得好稳 我怎么觉得 我怎么觉得 那艘船更快 如果我们真心想救Dogel High 我们应该用那个船去救 都比这个快 拜拜 拜拜 灯都开了 真的回来了 认师傅还开着 他爱开 再开 再来吧迪哥 废来还放派游学会的一个技能 下一步我要去考挖掘机正 我觉得加伦哥真上演了 你看没停就 真不错啊 真的开开开开的真不错 以后就不要叫加伦哥加伦哥了 叫认师傅 他们都不管我们了 几个指挥的人 哦有了感觉有了 迪哥我们来一个半圈啊 有了有了 能够着吗迪哥 又到这里面来了 这个Dogel High 已经手抓着我们的船 说救命救命 我看不见 那咱们再倒一下吧 好的好的他又没见了 在我面前 哎别动 他飘过去了 加伦我定住了你捞 好嘞 好嘞 终于捞到了 好嘞 哇 挖到了 在哪儿 呜呜呜呜呜 呜呜 呜呜呜 认师傅好得意啊 认师傅真不错啊 来 嘉诚哥来 你甘心吗 嘉诚哥 啊 没什么不甘心的 如如丽 你的 我再看一看一眼 我们又不追求最快速度 你这能写简历上吗 是抚养成绩多少多少多少 我抚养成绩 以后那个导演说 我为什么要用你 没有抚养成绩 抚养成绩不错 代表作 抚养成绩 就感觉抚养成绩不好 演不了戏了 没理由说服导演 来 抚养 哇 嘉诚哥 哇 0.23 哥哥 History 你是抚养王啊 哥哥 你是最抚养最快的男人 你最近这个是准确的吗 准确啊 对 准确的 机器是准确的 人工就不一定 我刚刚才能写的 事又是准确的吗 我 shark 你看 我不是 我 haven't seen 我虽然 你会没有 拚养 你会不会走 好 我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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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你很快的 你是最抚养最快的男人啊 肯定这个是准确的吗 准确啊 对准确的机器是准确的 你是抚养王 你还想再还想再精进吗 我觉得我不演戏都真的不应该呀 就下次说服导演 就是我的抚养成绩真的 要不再试一次 不能比这个再快了 你能 你再试试来 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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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再来最后一次啊 都已经二三了来 三 二 一 朋友们 朋友们 一个世界纪录产生了 谢谢 谢谢大家给我们演戏的机会 谢谢 抚养王 任伯超 以后不会多项运动叫抚养 那那等会这是谁啊 就是小区大呀 不是他不喜欢大不是就给他写了个小吗 是因为我们两个人的成绩才变成 拖了后腿对 拖了后腿对 那我觉得还再来最后一次 来吧 一二 哇 零点二三啊可以啊 history 我好像明白了这些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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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是不是 你要这么给我弄我感觉 和超这个成绩我能冲刺一下对他 来来来来啊 哇哇 你是谁 孟小王 一二三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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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 行吧我把给个成绩吧 大概的成绩 你这0.4吧 这0.4挺好的 4挺好 哎飞雨你怎么也在楼下 哎嘉伦哥还在加班啊 哎咱们是同样有第六感是吗 对啊 明明之中反正有一个快递要的 好像是有快递是吧 你说下个雨谁会送快递呢是不是 要咱俩去快递给我看看 快到了 哎来了 我等等 外卖不是快递 外卖外卖 我们在外卖到了 哦我点的宵夜 我点的宵夜 你点的宵夜 我点的宵夜 你下这么大雨他们会出去 不可能 你下这么大的雨还出去 下这么大雨 我不相信他们俩能出去 后面两个路人是怎么回事 爱这两个群众 来 先 这场戏没你们 这场戏没你们 走 嘉伦哥 嘉伦想象的是巴黎 秀场 走出你自己的风范 飞宇 飞宇回来吗 我不会要吃外卖了 飞宇回来吗 我先回了啊 哎咱一块在这吃了吧 你衣服去哪了 飞宇 飞宇 加二块 给你拿回来了 你衣服呢 那么现在没有衣服了 你的衣服呢 怎么在地上 啊在地上 你怎么这么 你这身上 飞宇 你看收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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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外卖回家了 哎我觉得这么看 这两边差不多 这么差不多 这么看差不多 衣服还在呢 这个衣服 我这衣服也 也在 还有一点 他因为是跑的 他动作比你大 对他不容易损毁 但是我觉得 你走的时候 其实雨是垂直是下嘛 如果没有风是垂直是下 然后你的头 其实可以挡住一步 降雨 这你这儿其实 身子前面后面其实都淋不太大 但是你不想跑起来的时候 你身体和雨 雨水接触的面会比较多 嗯 所以 所以说我们 我们是错的 走的量比跑的量 少 其实我觉得差不多 就你想想 就因为临门一脚 临门还跟我一拐弯 就你综合下来 其实差不多 目前为止两边都差不多 差不多 我觉得我们进行下一个测试吧 第一轮纸的衣服 我们是平手 好 那我们这次要不要换过来试一下 我们是跑 你们是走 也行 哎换身衣服啊 换身衣服 这这衣服挺好看的 什么衣服 这是鸡号毛巾的衣服 这你给我订的吧 对我给你订的 谢谢谢谢 你刚刚取的那个 谢谢谢谢 你知道我喜欢什么 太棒了 太棒了 快递到了 快递快递到了 走啊 好走啦 走啦 哎呦 蒋生哥 买了什么东西啊 买啊 买了一个鸡号毛巾 又一份是吧 又一份 太棒了 我先拿回去了啊 好嘞 快 快递给我取回来了 真好啊你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来快递到了哥 你感觉你的硬都没湿 77.63 我这没变呢 因为是小语 可是小语你的体重不能不变呢 就可能你一直在瘦 加郎哥一直在瘦 精神代谢太快 因为年轻 所以呢 结论我现在有点迷茫了 到底是什么结论啊 其实数据比较显而易见了 我们下面都是赢的 跑步都是赢的 走路都是输的 所以走路要比 跑步临的多 临的多 所以我们靠数据基本能 确定这样的一个结论 都是走路临的多 就是下雨走路 比跑步要临的多 所以还下雨还是得跑步 不管你那个雨刷器啊 刮的再怎么暴躁 而这 那也还是 不是我的雨刷器 是全世界车的雨刷器 各位观众中午好 今天是9月14日星期二 农历8月初八 欢迎收看今天的海坊速递 我是主播任嘉伦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是 著名正经严肃实验组织 嗨方派一行五人 来到位于墨干山路 一百一十一二号 浙江广电集团 浙江京市 新闻演播厅 参观游学 期间 海坊派成员们 就演播听 构造 与常见设备用法展开讨论 并就新闻主播 日常播报中会遇到的问题 与主播深入交流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你变音都出来了 其实很厉害 我尽量的想屏蔽自己的声音 你觉得特别好 特别好 是吗 很标准 这还剩一个 这样给加勒就送过去 加勒还在啊 我这里面写的是 遇到人声低谷 你该怎么办 其实我这一生都挺不顺的 我在韩国当练习生 比如说你要拍MV了 突然间有人受伤了 然后你突然碰到这个事情 那个事情 就很多不可抗的一些因素 导致你们不能出道 我从韩国当练习生回来之后 也没有任何的收入 当时是真的就觉得撑不下去了 我就给我妈打了个电话 但我打的那个时机 好像也是家里情况 并不是特别好的时候 我妈就哭着跟我说 儿子 咱家真没钱了 哇 我当时听完这句话之后 我后面什么话都不敢接了 我就下定了一个决心 就是不管任何的阻碍 我要出去拍戏赚钱 我就自己出去接戏了 无论是多么小的戏 或者客串我都去了 可能是老天比较帮我吧 然后我就无意中就接到了 大家第一个认识我的戏 就是大唐荣耀 可能前面二十多年的各种不顺 然后给了我这么一个礼物 我真的非常的知足 我也很感谢 我也想好好地珍惜 现在拥有的一切吧 各个方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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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